但不管怎麼樣 請教他學偉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這個大家 其實最近很多人都在問 7月26號以後到底能不能解封 我不管去買便當 很多人都在問我 所以大家很關心這個議題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雙北 他的這個疫情起起伏伏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還有你看起起伏伏的同時 當然柯文哲的關注度就高啦 我跟你講說那個旺花大哥 跟那個創下講的 那個真的是雙位十足 他們在講說你看 那個柯文哲可以拿到六百萬票 他是講說把韓粉的票 全部關在他身上 柯文哲本身民眾黨的支持者 加起來六百萬差不多 怎麼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根本就是什麼關門打狗 什麼同心圓 可是說實在話 汪浩大哥講的沒錯 讓百年老店關門大擠 有這樣的趨勢出來 有趨勢可是不一定會成功 我講一下我等一下再分析好了 可是我們講說在台北市 說實在大家都在問說 7月26號到底可不可以解封 那我說實在話 解封是指揮中心 他一直希望做的事情 7月12號那時候已經一波了 對 所以那時候唯解封之後 問題是為什麼那麼多縣市 不敢跟進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台北市 你看 因為昨天你看 那個台北市 他的確診案例是九例對不對 十例九例對不對 他已經連續四天都是 十九到十例的那個確診人數 那今天呢 今天全台灣二十九例本土的話 台北市是十四例 而且最誇張的 最誇張的是怎樣 他有百分之十八 找不到感染源 對不對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對不對 大家來講說 你到了這個禮拜 就剛好是解封不解封的一個瓶景 你今天台北市 如果能夠跟清清零的話 就像你柯文哲當作 立的軍令狀 說我一定一個月時間我幫你 讓我清零 你如果真的能清零的話 那台北市 那全台灣解封 沒有問題 對 大家就比較不會那些緊張 可是我說實在的話 你看現在看到黃珊珊 跟柯文哲兩個人講話 我真的刺耳 我當然知道 我昨天已經分析過了 你今天柯文哲就是 罵民進黨罵越兇的話 你票越多 支持度越高 他當然要繼續罵下去 所以你看今天黃珊珊 也加入了那個 他說你講說台北市 沒有做疫調的話 就是散佈假訊息 對不對 那可是不是說 你沒有做疫調 是你做不好 你那個疫調做不好 跟沒做不是一樣嗎 不是嗎 對不對 那柯文哲有講喔 像忍者龜下地下道去 下那個下水道去找病毒 有用電信足跡去交叉比對 電信足跡問題是 你交叉比對出來說 你的疫調為什麼會 速度這麼慢 會比人家晚 你這樣還忍者龜 還忍者龜就不好 忍者龜 忍者龜只要米田地下水道 在吃披薩而已 我就跟你講 而且你看我這幾個案子 七月十五號公佈確診 裡面有個案 一五四二六 就是一個女的有沒有 他告訴你說 七月六號到八號的時候 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的時候 他在那個西門前年的西門店 他在那邊工作好 七月六號跟七月七號 他要跑去一個廣州街的一個機車行 就十二點五十分 到下午一點的十分 就二十分鐘對不對 二十分鐘他沒戴口罩 跟機車行老闆還在聊天 沒戴口罩還聊天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是一個 而且他還是這個婦人還是 按那個什麼一五三五二的一個接觸者 你知道嗎 那你七月十三號疫調採檢確診對不對 丈夫是七月十一號確診對不對 你婦人七月十號就已經有不舒服了 那你難道不用趕快把他殺起來 而且殺起來之後 你還不趕快要去調查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精準疫調的說法 不公自破 你說你現在怕什麼 第一時間要先處理場域 你處理場域就跑掉了 你處理場域要幹什麼 對不對 場域要跟足跡判斷的話 要同時進行 你難道台北市在處理這個疫調 就只有一組人嗎 對不對 我先走去場域跟你說 這有人確診 你快燜燜起來開始消毒 另外講完了之後 再跑去找那個人 再告訴你 所以這個是同時分段進行的 可能忍者龜都在下水道 對啊 忍者龜只有四隻 可能人手不夠 所以跟你講說現在看起來的話 就是台北市 你柯文哲自己也講 對不對 他說這個禮拜就是到了瓶頸 就是因為這樣要絕生死 對不對 那可是我跟你講絕生死 全台灣的絕生死都看到你台北市 這不是很吃 可能不是這個不用打疫苗 一個月後就可以清零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已經到了喔 對啊 這真的看起來 真的是你柯文哲在講任何事情的 我早就跟你講說 比十三隻要剩餘 沒有傻乎對不對 你會剩餘的 不要只會生出去 生出去就只會被打 你不能怪人家說講你啊 你看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公佈 這個這個這個是一個粉磚有沒有 Quick Thick有沒有 他是什麼快吸輿情的資料庫 對就是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分析 從五月疫情爆發以來的時候 那個青藍粉磚跟青綠粉磚 對政治人物的愛政排行榜 你看他裡面告訴你說 先講說我昨天也提到說 那個那個綠的那個側翼有沒有粉磚 真的真的 我感覺有點過分 沒差不消 他說他的戰力有百分之六十一點六 因為他到處出征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個很很危險的訊號 你到處出征的時候 就跟當初韓國瑜一樣 就是你都只在意同溫層 你也有排擠效益了 當初韓國瑜的例子 你難道你不知道嗎 他的那個支持度本來這麼多 一直排擠一直排擠 排擠到最後只是韓國瑜身邊的這一小撮人 民進黨這個就是這種的趨勢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掃蕩的話 他攻擊人的那個力道跟那個狠度 不比韓粉差 所以你看從這裡面來看得出來 青綠的現在罪恨柯文哲 當然我們都知道 因為他出頭鳥啊 他最近罵得最兇啊 當然不恨他恨誰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青藍罪恨的也是蔡英文 那我就覺得很就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青藍的裡面 藍英寧莫子當初我就一直在強調 很多人就是對於民進黨執政當總統 我就不會送我就不能接受嘛 所以你今天當總統我當然是痛恨你 那為什麼第二名最恨你是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就是天天坐在那邊開 疫情指揮中心有沒有 你疫情前一年多的時候很好啊 很好的話他早就想要把陳時中幹掉 所以之前那邊不是一連串的人就下來說 要換掉陳時中嗎對不對 你就不能夠讓他坐在那邊四平八穩的去講話 講到最後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看越看越糗了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 青藍的開始最愛的就是柯文哲 跟郭台銘 有什麼 我就講說柯文哲 因為他現在是代頭罵 罵那個那個蔡政府嘛 所以王浩大哥跟那個創下就有講說 他們現在就是這樣 把他當為我一個目標啊對不對 不過他我覺得柯文哲也很厲害 他這個支持者 我們剛才談到半天的話 沒有韓國瑜 青藍的已經把韓國瑜都不知道拋置 然後現在轉而變成柯文哲 你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這個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韓本的轉移就這樣 韓本都有一個特性 他就是你罵越大聲的話 我越喜歡你對不對 那韓國瑜現在幾乎沒有聲音了 沒有聲量了 所以當然是轉而頭向柯文哲 那我就覺得 在這兩份的名單裡面 不管愛或恨柯文哲 你有發現 這個裡面正藍正統的藍營的領袖 沒有一個上榜的 除了韓國瑜稍稍貼一下那個第四名 你有發現沒有一個正統藍營 很多不是說要選黨主席嗎 要選什麼的 沒有一個上榜啊 為什麼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很可憐的一件事情 你不愛不恨 這種人最危險 我也沒有愛你也不恨你 你看柯文哲你恨我恨死我的話 你還是要聽我的 我還是聲量最高 那你那種不愛不恨 就表示人家把你當空氣嘛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國民黨打台面上 現在就沒有一個像樣的啊 所以已經被人家當空氣了 所以從這份來看的書來 真的是柯文哲難怪他會打上癮 他會罵民進黨罵上癮 因為越罵他的聲量就越高了 在國民進黨說 可憐 那我沒騎我